不曾想过 未来的某个美丽日落 静静的你会想起我 一生变成船放尽地 花香的诱惑 岁月长河 冬去的浪漫还是悲歌 谁指引柔情像般烈火 我相信心中的阳光 永不会泄落 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 生死抉择已经无路可躲 但是爱不能躲 永恒的心与幻梦交错 生死抉择早已由不得我 我听声在此刻 永恒的心与幻梦交错 永恒的心与幻梦交错 还说什么呀 根本就不是对手 梁中甲的十五旅 两次奉执作战的英雄 可在满洲里呢 鹰飞了 只剩下凶了 意志力不如对方 武器级别就更别说了 那天 我开飞机想去对面看看 十一架苏俄的战机升空 迎头就朝我开会 我朝低空飞行贴着树梢才摆脱啊 十一比一啊 双方基本就是这个实力对比 你说怎么打 还怎么打 轰轰烈烈起头 鸟鸟悄悄收场吧 韩清 双方不是一个级别 苏帅 刚刚得的消息 梁中甲率索步七千余名战士 突围为国被迫投降 满洲里沦险 海拉尔游搞失手 我军已不能再战 苏帅 做点我不知道的行吗 刚那个 就是从海拉尔飞来的 在此之前 我器中的韩光帝将军战死沙场 他整个里伤亡惨状 俄国军队已经越过海拉尔 直指哈尔滨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他妈能怎么办 南京让你打 你能不打吗 江不是答应调动中央军队支援吗 扯 在咱们战事最激烈的上个月 他中央政府 连一兵一卒都没派 还从我这儿调走了三个重贸营 去同关打冯玉祥 有你妈怎么干的吗 打尖人不行 那只能讲和了 这点你在行 讲和 在拿什么讲 外交权在南京 我们拿什么跟人讲 和外国打仗 怎么能由一个地方独当其任呢 前期末年丧权辱国就是这样造成的 现在都什么时代啊 南京还来这套把戏 其中必无诡计 什么诡计啊 这都不叫阴谋 叫阳谋 人家明摆着就要牵制住你张玄良 让你什么都得听他老讲的 少帅 你该醒醒了 此事关系东北村王厉害 你不必顾及那么多 自己独断专行就好了 自己独断专行就好了 撇开南京 只能撇开南京 只能撇开南京 我说这么多 就等你这句话 好 是啊 是啊 好 情况就这样 就这么个情况 大家都说说吧 四大爷 要么您先开个头 我说说啊 说 我在热坊 战事在哈尔滨那头 照说我没资格议论人家 人家水深火热 你在岸上吧 说啥也说 今天大家伙谈的是苏俄战事 您老说说咱该怎么收场 是不是要求和 老话说得好啊 贪人一兜米 师却半年凉 老话又说 人情似指 张张薄 事事如期 局局心 我看解决的办法 就在这两句老话里头 头一句是说 我们收回中东路草率了吧 贪小师大嘛 后一句呢 是说我们和南京的关系 你好的时候 人家跟你讲人情 你危难了 谁跟你讲 还得靠自己 别听他 老讲的了 我同意唐帅的意思 我应主动恢复外交谈判 主动可以治人 而被动反被人协以治我 府帅有话说吗 匆匆起事 草草收场吧 能咋办呢 也只能如此了 能战则战 不能战则和 不用怕丢面子 面子不重要 东北的存亡 只关重要 好 夏真哪 起草一份文件 起草一份文件 并致电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 李维诺夫 我们 请求停战谈判 接受苏方一切的条件 承诺 中东跌路 恢复原状 明白了 收拾 我所接触到的人 都觉得此番事件 是你主政东北以来 遭受的最大挫折 直接影响了你在全国的威望 威望 威望 现在还谈什么威望 怎么办怎么办吧 我什么都不想做了 也不想身变 所有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 打一开始就是这样 老的各自为政不顾大局 军人阴奉扬为是不能效忠 杜战大将王淑翰在哈尔滨是天天打牌 其旅长张庭书 刘亦妃也是天天饮酒作乐 不是说旅长梁忠假装力牺牲了吗 说出来我都臊得慌 被煤气熏死的 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 你不带兵 你不知道这里边的行情 东北军 东北军 也就是郭松霖在那一伙 叫军队 首纪旅能打仗 他现在不在了 这叫军队吗 贪污吃空想 什么幺恶子都有 不打仗摆那叫军队 一打仗什么他们都不识 是 这怎么得了呀 这次协议签订 双方立即停战 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中东路还是中东路 我们剩什么 我们就剩下叹息的份了 乔三这几个月过的 事已如此 你也别着急了 这跟女人生养是一个道理 体力透支了就慢慢调养吧 也难为你了 老帅留下这么重的担子 让你一个人扛着 有时候 我还真心挺想我爸的 你不是也有了个新长官吗 他也就是个长官 能和你亲爹比吗 那是一次迫于无奈的失败 那是一次处处彻走的考验 失败能够获得教训 考验能够增长见识 这些教训和见识 对于当时的少帅 便是阴谋阳谋 洞悉了更深刻的人情世故 那时代的毗里春秋 求喝一言识 以俩为内聚总是天赋? 是左童襟,侦为内耳 优勇总 refugee都成本在家 早觉得なく屠参 对这些伙估有额想法 各位人有额子也好见 尽管说 张这个人呢属于新时代 华华公子 魏京危难 摔一跤也不完全是件坏事啊 也不尽然 如果这一跤 把他摔到了延西山和改祖派那边 从此以后和南京离心离德 你该怎么办 至高 我与李先生勇业将的关系 阿华都不得把业家打罪了解决问题 谁能保经这个小家伙的力章 这在我这一笔 张的手下有两派 一派是元老派 这些人大多思想陈旧 主张保经安民不招惹是非 另一派是少壮派 这些人啊 大多出自北洋婉系和直系 他们和冯严的部下 有千丝万里的瓜葛 也就是说 并不是张愚愿意站在那边 他就可以站在那边 夫人 您也坐下吃一点吧 不客气不客气 他是不吃我们这些东西的 你又推销你的下降 你们没觉得那这样有个非常暧昧的气氛吗 哪里哪里 Darly 你不要再让别人适应你的事 哎呀 我是没有讲话别人 我俩他们各自于所需 是不是怎样 是是是是 我和总自领是各吃各的 他的食物我受不了 我的食物他也不吃 哎 你能不能不打扰我们啊 我们这天上黑庆 要不你也坐下来听听 那我还真有兴趣 夫人请坐 谢谢 给谁了 接着说 离开 你怎么一来啊 把我的思路全给打垒了 谈论一个人还需要思路吗 我们认识所有人 首先得弄清楚他的出身 他的学历 他的经历 他的故事 离开这些 那就无从谈及 来吃吃吃好想 不吗 哎 你把那份新烤的全麦面包拿过来 是 嗯谢谢 吃不惯瞎见的别勉强啊 吃改面包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我看你的那些幕僚啊 没有一个真正弄弄张汉清的 却又做出无比熟悉的口气 好像自己刚从张家麻将中上下来 熟悉得不得了的样 长篇大论 故作惊人之语 我就弄不懂了 一个张汉清 那么一个小家伙 你们收集他的飞断流畅 因为国策 还那样精致的设计 一个晚餐八九个人 全是一些左道旁道 谁在搞主导报道 他有些事最高主导报道 最近 他光泛理了李宗人 把中西的关系 张富贵的元西 冯月家的西伯军 欧王精卫的家族派 因人同盟 企图领了政府 他们这么做 不只是经得我狗人 而想加入奔党武装 组织奔党革命 对于这样 你无论无论当国家 除了无论中国之外 别无讨论 你要打仗 没得办法 那张汉清什么态度 他没有一把子中立 谁也不得罪 中立 这不像他呀 你现在在拉拢他 我家讲也在拉拢他 我有王精卫 已经派人去盛阳 又一关了的 这个小家伙 这次这种东路 与我们都一不快 很难说 会不会被拉拢过去 这很关键吗 我呀 说个数字 你就知道厉害了 反对同盟的重兵力 已达到五十一万人 而我们呢 勉强达到六十万人 那么 谁争取到张月亮的三日外东部就 谁就是赢将 争取到这个年轻人 就是割菜 你起了 昨晚上又热灯到天亮 可不吗 各炉睡各 挤爆了这沈阳的各家高级旅馆 鸡一嘴鸭一嘴高地要你表个态 我说 我说一条 欲歪五 席内争 全盒不全争吧 你说对了 中东路刚刚平息 一个宿窝就够你瘦了 何况还有日本 哪有空加入内战 话虽这么说 可是这些说客们都是各路的财俊贤大 你又不能怠慢了 说密的场合咱可以蜿蜒拒 但是你得见吧 人家的话你得听吧 我呢 就安排他们打打这个卫生麻将 按照我爸的理论 凡是大事在牌桌上都不算 所以大家就聊聊家常嘛 不论过时 这办法不错 只是耗费精力 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打呀 这是人情世故 两拨人 前一拨是顾文君带来的汪精卫的代表 陈公博一行 霍玉波是老熟人 南京的五铁城两口的 你看怎么个打法 先排麻将桌 都安排了 可这两拨人都提出 给个半小时让他们收收来意 给 就半小时 你替我掐准了 半小时一到就往麻将桌那领 成 我一拨拨放人 你不知道 严慎的代表梁汝舟 冯玉祥的代表文志忠 都还排着呢 咱也不能欠一边输一边 欠不了那么多 今天就见两拨 各位 各位 少帅已到 那马按咱们说好的一拨拨来 陈先生 您先请 辛苦了 各位 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好 如今 这老张家门槛 可真高啊 啊 不会吧 你梁汝舟 穿了延熙山总司令的密系 这点门槛算什么呀 你门志忠 不也拿着冯玉祥总司令的手术吗 这有什么用啊 你我口袋里那点交接费加起来 也没人五铁城的领头多 我听说啊 这次五铁城来谁呀 口袋里边带着两百万 少帅 我这次来谁干什么来了 王精卫不是托你有话跟我说吗 不 那不是根本 我不远万里 从广州坐船 先到上海 再由上海到青岛 又从青岛到济南 再从济南过天津北平 你让咱们一船 你辛苦了 博采重情 广纳迷 如今的天下 你了解多少 少帅 多少痛苦 多少悲凉 多少蹉跎 争容 我这次来接少帅 不但要救中国 还要救你 张汉清 本人 各位 各位 今儿 少帅恐怕只能再见最后一波 实在是 实在是淡满各位 其实就是想见一见少帅 五铁城先生 请 这就刚刚那个谁 那个 我连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我现在真是拿这个老先生没脾气啊 那涂抹星子都见到你脸上了 还在那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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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呢 救中国 你救中国也就罢了 你还要救我张汉清本人 你说说 睡客吗 雨不惊人死不休 怎么 你也要惊人一家 少帅 不到东北不知道中国之大 不到东北不知道中国之父 不到东北不知道中国之父 东北麻将的赌注有多大 好 那就见识见识东北的麻将 好 民国最后完成统一之功者 乃张司令长官也 以异于之力抗全额之重者 亦张司令长官也 一位升马将为有情马将者 仍为张绍将军也 不含糊啊 吴太太不含糊 一看就是高手啊 这边行 行啊吴太太 你这是要上定了吗 人气我取 否则我今儿跟定少说 铁城在这儿呢 你跟着我号叨 他能高兴咯 老六 你可要对刘先生 你别手下留情啊 这可不不算 我家先生什么都好 就是名字没取好 名字 名字我这儿挺好的 好什么呀 蒋先生现如今 最头疼的 就这三个字了 吴铁城 中原大战开大以来呀 济南长沙都丢掉了 你说你既然取名铁城 为何偏取吴姓呢 好了咱们打牌 牌桌上就莫谈国事 再说你把蒋先生的麻烦 说给少帅听 这不是添堵吗 绕着绕着又绕到这事上了 那会我也拿了梦了 你说蒋先生这样怎么打的 咱们打成这样 是啊 东起山东 西至湖北 南达湖南 北极河北 一百多万大军逐队厮杀 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人民福祉 党国福一 全都打没了 少帅啊 你可真的应该管一管啊 我怎么管 我管得了吗 少帅只要稍失压力 无论帮忙哪一边 内战即可告庭 东北自有东北的难处 人 人 胡了 这边也胡了 这边也胡了 手气好 不是我手气好 你太太疯去啊 少帅今天的麻将玩得痛苦 聊得尽兴 铁城赶出良多爱 你们两口子胆子真大呀 好得我张学良这来当说客 你就不怕我枪毙了他五帖招 少帅 别跟我开玩笑 你少帅这样的英雄人物 哪会干那么缺德的事啊 行 那咱们说好了 明天见 少帅留步 不送了 告辞 好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 咱们今天的第六件拍屏 第六件拍屏 为一所捐花 是我们少帅夫人余女士奉制 亲手制作 好 怀德为少帅夫人的出生之地 夫人出自感恩 特制此花 来此拍卖 今天所拍上款 将全部捐献给怀德在您 好 拍卖现在开始 起拍价一万元 好 那一万人的投资有没有 好 一万 一万二 一万四 一万六 这边一万八 那边两万元 这边现在两万二 还得净价了吧 两万四 两万六 两万八 三万 三万万就没有 三万元一次 三万元两次 好 这边是出五万元 万元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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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两次 万元成交 恭喜军事长 五万块钱算什么呀 五万块钱对着他五铁城来说 就是毛毛雨 你知不知道 五铁城昨天向咱们东北兵工厂 为中央购买军火 一口气购买了三十五万支 仿日本三八步枪 那好歹也算是买卖啊 啥买卖啊 人家这分明是给你送钱来了 日本原装的三八式步枪 是二十五块钱一支 咱们兵工厂仿造的是五十块钱一支 我给你算了一笔账 就这一下 给你们东北送了五百万 这 他们要干嘛呀 要干嘛 他五铁城是替蒋公网罗天下 这点钱散碎银两 总司令 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马上准备汽车 我要去第一线 我要青年开开整整是真本指挥的 汽车有附近商丘机场就有 可是陈城长官千叮定万嘱咐 附近冯军的骑兵旅在我后方袭扰 如果您离开铁路线 安全这会有问题啊 安全是围的因的事情 马上抓起头去 是 我看哪 还是要让张见了一个全局的大官 中原战事如过如途 他一个人不可能偏安逸 是是是 坐坐坐 你们在台上班呀 总司令 以背着来看 要打破隆海平汉两县战场的将军 还是得要下大气 如果张汉清 不要再提这个名字 不要再提了 有些人下官死人 该去自知死刑 全通象征不能扑住 这些人最让高黑的国家统业 两只脚 却不能在这国家里一只人 依然是恶心恶书 可是据吴铁城的报告 张学良同样以坚决的态度 拒绝了冯岩联盟开出的高价 我个人觉得 对张学良 我们应该开出的价格高的 得让张学良无法拒绝 并且是冯岩联盟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的 你是觉得 我们墨基给张黑基的价格还不高 相比战争每日的巨大花费 给张学良开出多高的价格 那都不为过 是啊 左司令 怎么未死 冯岩联盟 骑兵刚刚突袭了山丘机场 现在正在焚烧飞机 另外 汽车已经准备好了 你还去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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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教众 在哪里 这个眼睛 是 徐处长 我这徐处长 少帅不会又打盹呢吧 哪能呢 少帅说了 帅府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对您吴代表开放 行 少帅 吴先生来了 丈夫司令 您又在赏话呢 你叫我什么 张副司令啊 蒋公已经宣布任命您为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了 您现在在南京 已经是仅次于蒋公的第二把手了 昨日张群已经带了特任状和官房 到达沈阳 他托我今日 特意 与您当面商讨就职仪式的日期 你回去啊 帮我跟张群先生说一声 我张学良得庸才且 实在难就任此重任 我说汉青啊 你不会以为这只是一个空投名前吧 其实蒋公早有考虑 他打算不日 任命你的头号大将于学忠 为天津卫戍司令 你的第二号大将王树长 为河北省主席 这样东北和平津就一气合成 全部交由您这位中华民国的 副总司令节制啊 不行啊 这个时间上太不凑巧了 你也知道 东北现在在加紧经济建设 葫芦岛驻港开工在即 你看这沈阳这乱糟糟的 我也想过去清清清清 也为了开工典礼做做准备 这可不打劲啊 这可不打劲啊 您尽管去 到时候我陪您一块去 你就别去了吧 你一去 驻扎沈阳的 颜系 冯系 贵系 汪系 都派代表去 到那个时候你觉得 我还有清清日子过吗 好 那个回北平啊 带我向颜先生和汪先生问好 一定一定 好 好 那就一路平安 好 副帅 留步吧 好好好 这 颜系山这回可是大出血了 这些加起来 少说也得有十万大洋 这算啥呀 听说吴铁城在沈阳 动辄上百万的往外拿钱 没错 他突然找到我 让我带他见你 别扯哪个 咱是高粮迷的 哪能逗得过南蛮子 你给我离他们远远的 什么 您老不见有人见哪 钱已经不算什么 中华民国副总司令的头衔 都送上门了 咱们的当家人似乎有些动心了 昨晚来殿问我是否就职副司令之事 我毫不客气 要他远离此事 一点面子都不给 怎么能不接受教训呢 历史上我奉勤几次入关 都劳而无功 什么叫服从中央啊 就除他那中东路的处理 那叫什么中央啊 这不是既吃不既打吗 东北局势 驴粉袋子外头光 平静之下暗流汹涌啊 日和两家 哪一家不在虎视眈眈打你的主意 能把东北的事办妥喽 已经烧高香了 我以空头铭县堂浑水 不知道啊 今天的东西啊 买得真值了 您放那儿吧 您放那儿吧 铁城呢 在里边呢 客厅里的客人谁呀 怎么看见我 拿着支票就走了 人走了 对啊 你这搞什么名堂啊 神神秘秘的 这件事啊 千万不能胜着 将功着急了 批了巨款并亲书两风 直接队驻扎在山海关的渔学中 及其部署实行策判 要他们举兵向西 盘张头角 马日长 带枪冲进来了 别来的 别来的 进来 姐夫 你这是做什么呀 军长 兄弟想请大哥给指条道出来 你说 南边的蒋先生 突然给你带了两封信 有这事吧 确有其事 大哥 为什么还举气不定啊 这事关兄弟们的荣华富贵 平步青云之路 大哥为什么拦着 此事太大了 不仅牵涉到你们二十三路 还有其他两个路 加上骑兵炮兵 总共五万余兄弟的前程 能不慎重 有那么复杂吧 你现在就一直命了 兄弟我调度 保证三天之内 把所有的部队 全都拉到西边去 没那么简单啊 挺服 人上一百 行行甩甩 况乎五万之中啊 谁要是不干 我就给他这个 那倒不至于 升官发财谁都愿意 然儿吧 待我和几位旅团长 把话说开了 他们应该会听命的 先回去 等我电话 给我一天时间 好 大哥 兄弟我这就回住地 等候大哥的好消息 我们走 好 给军长腾地儿 六级少帅 皆通为止 朱篆 任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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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学中军长的电话 说有急事 什么事学中 我在沙滩上烤肉呢 你现在马上赶过来 我给马廷富打对话 哎 報告總司令 被人是二十三二十三女生生肖團長安福歸 是 我就是寫下這句話 是的 總司令 我是馬廷福 是 重複一遍 凝晨七點 旅長官及各團團長 到北戴河 參加軍事會議 重複完畢 少帥的口氣 很溫和 報告 組長 軍部派來了兩籃卡車和一個警衛牌 說著要接您去北戴河開會 盛情難缺 諸位 現在只能聽天由命了 走 上車吧 別一個個兒哭髒的臉 好漢做事好漢當 開會 妳們不曾想過 未來的某個美麗日落 輕輕的妳回念起我 你身边整春风轻离 花香的诱惑 岁月长河 冬去的浪漫还是悲歌 谁指引柔情像般烈火 我相信心中的阳光 永不会陷落 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 生死抉择已经无路可躲 但是爱不能躲 永恒的心也坏能交错 生死抉择早已由不得我 我停下在此刻 在此刻 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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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